《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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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人成長到某一個階段 我們便想找一個心愛的另一半組織家庭 但很多人又會告訴我們 由戀愛進入婚姻 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 因為一開始這兩個人 其實他們來自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 有著不同的喜好 不同的習慣 不同的價值觀 不同的看法 但當他們進入戀愛關係的時候 這兩個世界便慢慢地走近了 當他們進入婚姻 這兩個世界的交接點便會更加之大 而你可能會想 那便好 婚姻不是將兩個世界變成一個世界嗎? 不過我便會告訴你 這樣你的期望又幕面高了一點 神創造婚姻最美妙的地方 當這兩個世界接合的時候 正正因為大家的不同 因為大家的diversity 這兩個世界變得更加豐富 因著大家不同的背景和經歷 大家可以鼓勵彼此成長 於是兩個人在婚姻當中 他們發揮的力量比起自己一個 或者兩個人單單加起來 都會有更加大的能力 這就是所謂sum is more than total的道理 只不過我們很多時候就是發覺 當一對男女進入婚姻之後 他們這個世界的接合位 便偏偏出現了很多的困難 大家出現了很多的張力 甚至爭執甚至彼此傷害 明明應該是大家建立一個很好的家庭 偏偏就是那個位置變成了一個窩鬆 問題是其實這個窩鬆 怎樣才可以變成love zone 或者這樣說 如果大家可以更加明白 婚姻真正的意義 大家怎樣去建立一個好的家庭 好的關係 怎樣去彼此包容 怎樣去彼此傷害 怎樣去彼此溝通的話 其實這個窩鬆 絕對有可能變成一個love zone 成為一個可以彼此給大家生命的地方 五分鐘留住愛 就是希望用每次五分鐘的時間 給大家一些小提示 去建立更美好的婚姻 叫這個婚姻能夠真正地造就彼此生命 亦都叫這個婚姻能夠真正發揮 some is more than total 的魅力 我們邀請你五分鐘留住愛